一次看台積電第二季法說後的三大影響喔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今天這集產經吸引力 一個可以讓大家輕鬆認識產經趨勢的頻道 台積電呢在7月18號舉辦了2024年第二季的法說會 內容不僅有第二季的財務報告 針對市場持續關注的AI事況 還有未來的業績展望 甚至川普帶來的影響都在這次會議上得到了解答 但是言希認為相比台積電給出的答案 背後所衍生出來的三大影響 才是研讀這場法說會後真正有意義的地方 這裡呢我也不多說 直接先給大家結論 首先台積電的展望 再次由於全球的預期 不只法人圈是全面的上調了目標價 更會直接代飛一票的供應商 第二點呢 消費性的電子成為了台積電第二季成長四強的品項 讓產業終於見到了回溫的曙光 那第三點呢 由客戶需求超乎預期 台積電呢在全台擴產的裙帶效應 將激勵銀建業成為台穀下半年的主流之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感覺 是不是呢 像我們小編一樣 覺得這個結論 言希老師你今天給很快喔 所以呢下面就請好朋友們呢 跟著言希一起推導出前面這三大結論 開始之前新朋友 記得幫言希按個訂閱 老朋友記得幫我按讚 分享 這裡先謝謝大家 那我們轉場吧 其實呢台積電法說猜測好 本來就會待望供應商 但是這次不一樣 不只明確的指出3奈米的產能滿載 Coors要翻倍再翻倍 甚至公開表示 2奈米會在2025年底量產 依照呢言希目前手上最新的資料顯示 新竹的寶山廠會從8月開始 NTO市產蘋果的2奈米的產品 而AMD呢 還有其他的客戶會緊跟在後 那所以呢 這裡也連繫大膽的預言 2奈米的量產進度 可能還要再提早 那因為呢 好朋友大家不要看現在 2奈米的量產時間 是壓在2025的年底 但是一般來講 其實台積電 習慣給的是保守的展望 既然呢 現在進度都到了客戶試產 在沒有意外的情況下 再度提前量產的機會也很高 Coors的擴產就更不用說了 過去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過 隨著先進製程逐漸比進物理極限 半導體廠本來就有大力發展先進封裝 但是呢 客戶的需求似乎已經逐漸超過台積電的負荷 即使加大擴產也來不及 加上封裝的產值本來就相對先進製程來的低 所以呢 這次台積電他也公開表示 要擴大對同業的外包 除了過去呢 研系在68集分享的御用封測廠 晶圓店有機會再次受惠以外 法人圈也傳出了台積電 將賣一些中介層給日月光旗下的細品 去做封測 這裡我快速幫大家做一個小總結 2奈米的提前量產 同時COOS要翻倍再翻倍 都在說明了客戶需求是超乎預期 所以啊 設備會繼續拉 產能會用力擴 自然從設備商特化產到耗材 這一連串的供應鏈都會大幅的受惠 在這麼多的利多代動下 不只台積電第二季的業績 全面超過上季猜測數字 連第三季給出的最新猜測展望 也讓法人認為有機會再次超標 同時呢 在第四季持續創高的情況下 台積電在2024年的全年營收的成長 法人普遍公司會落在25%到30%之間 也因此 會後法人圈是全面上調台積電的目標價 統計的區間大致落在1100到1400之間 當然啦 營收成長是一個層面 但是長期目標的毛利率的上調 才是競爭力的關鍵喔 相信其實大家都知道 過去台積電設定的長期目標 毛利率是落在53個百分點 然而第三季給出的展望 是上調到53.5%到55.5%之間 原因呢 是除了7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 已經逼近了營收的七成以外 大家都關心的漲價問題 也是激勵台積電上調的原因喔 因為雖然公司非常隱晦的說 持續呢 用策略定價反映價值 其實講白了就是會漲 其中的理由也很簡單 隨著先進製程 還有先進封裝的產能 是幾乎滿載 近期呢 除了傳出NVIDIA 要求台積電供應Code Wars的 專線以外 也有法人明確的指出 Intel 2025整年的產品 大部分都要委託台積電代工 更不用提 在錄影前傳出的 中國客戶要加價四成搶頭片 在大家都要搶台積電的情況下 加價強產能似乎已經不可避免了 自然大家也都關心漲價的問題 就漸漸不再是問題 而是答案了 不過呢 相比前面的明顯力多呢 我反而注意到台積電的第二季的 銷售分析上面 原來呢 除了AI相關的HPC 端出最大營收激增幅度 佔比不高的消費性電子 竟然端出次強的成長 這裡呢 就不免讓我開始期待 從去年底開始呢 整個市場都在等待的 消費性電子復甦 那其實好朋友們呢 不要認為第二季的銷售佔比是常態 因為第二季通常是每年的淡季 而手機呢 然後到第三季才會發工 那說到底呢 台積電的營運 還是得看手機 目前法人預期初次擁有AI功能的 iPhone16 將比15系列出貨成長4.7% 來到8800萬隻 但是到了2025年 預期iPhone的整體出貨量 會有更顯著的成長 全年有機會來到2.5億隻 甚至有樂觀的預估 來到了2.7億隻 自然呢 過去的行情一直沒有機會反映的 相關消費性電子的供應鏈 就值得大家從下半年開始留意 最後呢 我們再來看到台積電在全台大擴廠 所帶來的裙帶效應 其實呢 這延期過去分別從110到112集 連續三集分享了台灣的營建類股 特別是在111集還提到了台積電的全台大擴廠 或止墊高了營建成本 還讓高薪的工程師 湧入當地製產的同時 加速了房價的持續上漲 這麼多的原因 讓中南部的營建業在今年的業績 非常非常的旺 舉例來說 高雄的建商永信建 受惠了去年的完工案進度優於預期 所以呢 會持續挹注今年的業績 預估今年總銷金額有機會到130億元 那同為高雄建商的星巴巴 也在去年端出了10年新高的EPS 在今年又有三個大的新案情況下 總推量高達270億元 甚至呢 向台灣房廠代銷龍頭海月 今年以來股價也翻了快4倍 因此在台積電的業績 是持續創高的情況下 有機會激勵營建業 成為台股下半年的主流之一 因此呢 我也分享給大家留意跟追蹤 好啦 關於台積電的第二季法說的重點 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從近到遠的三大影響 最後再提醒大家一次 第一點呢 台積電的第二季的財報 超乎預期 不只法人圈 在會後全面上調目標價 更待望了整條的台積供應鏈 那第二點呢 分拆台積電第二季的產品營收後發現 市場從去年底等待的消費性電子復甦 現在終於見到了回溫的曙光 第三點 台積客戶需求超乎預期 在公司持續在全台大擴廠的裙帶效應之下呢 預料會激勵台灣營建 也成為下半年的主流類股之一 那今天呢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最後記得幫演戲按個讚 按個分享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 再見囉 - 滑板投共手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加證券 - 無不動之財務利益分析 - 本期報紙道請啟動參考 - 投資人應付與判斷 - 實施評估 - 命字不投資方限 - 滑板投共111 - 盡管投付新次第015號 - 滑板投共111